大家好,今天来跟大家分享反推正向提示词 第一部分,反推提示词简介 反推正向提示词就老阿贝所知 目前有三种方式 两种是Stable Diffusion本身所提供的 另外一个Tagger是要额外安装Extension 点图生图 这边可以看到Stable Diffusion所提供的两种反推正向提示词 另外安装的Tagger在这边 点进来看一下 画面大概是这样 这边要强调一下 这个功能只能反推正向提示词 无法反推反向提示词 更没有办法帮您推出其他的参数 OK,那我们来试看看吧 先来用文生图跑一张图片 这边就不浪费时间输入 直接点这里读取上一张图片的参数资讯 点这边让它把正向提示词翻译成中文 如果你没有这个Extension 可以点资讯卡上面的影片 来安装和了解其用法 正向提示词有一个女孩 上半身罩 红色背心 可爱的脸 棕色的头发 短牛仔裤 用这样的提示词来跑一张图 一个女孩 棕色的短发 红色的背心 短牛仔裤 就是这张图明显的特征 让我们来试看看反推 是否能推出这些特征 点这边把这张图送到图生图 将画面往上拉 第二部分 Stable Diffusion 内建的反推提示词 这边有两个反推提示词的按钮 这两个有什么不同呢 简单的来说 上面那一个Interrogate Grip 会反推出句子或特征之间的关系 下面这一个Interrogate Deep Guru 只会推出特征的单词 先来点第一个试看看 如果你是第一次使用 会先下载一个模组 像这样 等它下载完毕才会开始反推 OK 反推完成 这边再次强调 反推只有帮你反推正向提示词 反向提示词并没有哦 一样点 这边让它翻译成中文 翻译完后来看一下 这边是用一个句子 来描述图片特征间的关系 这就是Interrogate Grip反推的特色 后面的这些单词只是相片的画质 反推出来的句子是 一个穿着红色上衣的女人 站在街角背景是一棵树和蓝天 这句子跟图片的特征相差还蛮大的 让我们把产生的提示词 复制到文生图跑一张图来看看 看起来完全不像 没有短发 没有背心 没有短牛仔裤 所以如果目前要靠这个反推来复制图片 看起来还是有待努力 再来是看看第二种反推 点这边 跟上一个一样 如果你是第一次使用 它会下载一个模组 会跑比较久 OK跑完了 这边就全部都是单词 跟我们一开始输入的正向提示词一样 看看会不会好一点 一样把正向提示词复制起来 到文生图跑张图看看 有牛仔短裤 有短棕色头发和可爱的脸 但是背心并不是红色的 这种单词的反推有个好处就是可以让您快速的调整当个词汇 句子修改起来就比较麻烦 来找看看背心在哪里 这一个反推老阿费 老阿费认为他的缺点就在于推的太细了 不过换个角度来看 推的太细或许也是一种优点啦 背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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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到底在哪里 老阿费看得都眼花了 哦 找到了 差点就用搜寻的方式 来加上RED 红色背心 再来跑一张图是看看 还是没有红色背心 来找看看关键词中有没有白色描述 看了老半天没看到 来将红色背心加上比较大一点的权重是看看 不知道会不会加太多了 试看看咯 看起来果然是加太多了 连裤子都变红色的 这就是所谓的污染 减少一点点是看看 目前的AI绘图大致上就是这样 数值调多少 还是要看个人的经验去调整 多跟Stable Diffusion相处 东调调西调调 就会知道数值大概的范围 看起来这次效果不错 但有的特征都有了 EStable Diffusion这两种反推功能 老阿贝比较喜欢这一个 不过这一个对老阿贝来说 他的缺点就是多词太多局了 真的是推得太细了 有时推出来的单词还会重复 要资格去删删剪 那有没有像这样的功能 但是不要把细节推定那么细 有哦 就是接下来要分享的Extension 第三部分 Tagger Extension教学 一样来到影片下方 点Tagger Extension 成Gatec安装连结 老阿贝先把影片网页关掉 因为工作用的Stable Diffusion WebUI已经有安装Tagger Extension 老阿贝开一个测试用的 Stable Diffusion来安装 嗯 没有安装Tagger 来到GatecTagger安装网页 点下拉施选单 点复制按钮复制Tagger安装网址 回到Stable Diffusion 点Extensions 再点Install from URL 点这边 再按滑鼠右键 把刚刚复制的安装网址贴上 再点Install安装按钮 如果底下出现这一串文字 表示下载安装完成 点Installed 点Apply and Restart UI Stable Diffusion就会重开 并再入刚刚安装的Tagger Extension 重开完后在这边有看到Tagger就表示安装成功 老阿贝先把测试用Stable Diffusion和VitHub网页关掉 来到图生图这边 把一开始的原始图按滑鼠右键另存下载 将画面往上移 点Tagger 点这边来选刚刚下载的图片 Tagger就会自动侦测特征 OK 侦测完毕 这边的Tags框框就是依照这个图片侦测出来的正向提示词 底下这两个按钮可以让您把正向提示词送到哪个地方做处理 再来这边只是秀出这个图片特征的比例 参考看看就好 这个Preset老阿贝还不晓得它的功用 知道的人在留言分享一下 Interrogate下拉式选单有不同的反推模型 看起来好像很多 其实只分成三个大类 这每一类都有不同的效果 并不是说哪一类就比较好 多跟它相处并且是看看 找到适合自己的最好 再来是下面这个按钮 Unload all interrogate models 当你的记忆体没那么大 反推完毕后可以点这个按钮释放 Interrogate models所占用的记忆体 Facehold就是Tagger的特色 还记得老阿贝说 Interrogate DeepBuru推的太细的那个缺点吗 这边改成让您可以改变图片特征侦测的灵敏度 这边要注意一下 往左边数值越小表示灵敏度越大 反推正向提示词就会越多 相反的往右边数值越大 表示反推正向提示词就会越少 让我们来测试一下 先往右推到0.9左右 点Interrogate Time 来开始反推 反推出来的Text大概就这么多 再来把Facehold拉到左边 再来反推看看 哇 编这么多 这样就很方便了呢 要怎么使用就看各位的选择咯 来选一个中上值 这边的输入的框框 可以将您所需的文字一并新增到Text里头 例如图片的棋手画面 对了 如果不知道输入两个底线的Wildcard 使用方式 可以点资讯卡上的影片来了解与安装 再来底下这个输入框 可以把你不要的Text输入进去 这样在反推的时候就不会包含 例如输入OneGo 那么反推出来就不会有这个字 这个留给各位是看看 来点反推按钮 这边已经包含棋手画面 送到文生图 不知道这是不是bug 老阿贝记得很久之前测试时 是不会删除反向提示词 来跑一张图看看 这个红色背心好像都侦测不出来 经过老阿贝几次的测试 一直都侦测不到红色背心 好不容易调到0.36 有个红色 但不是背心 Table的Fusion反推这方面 还要再多加加油 其实直接自己改观见资最快 好咯 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 谢谢大家 祝健康快乐 老阿贝下台一鞠躬 好咯 谢谢大家 我好咯 你